伊朗总统坠机身亡后 许多的阴谋论因应而生 说可能是以色列或美国幕后操刀 但外媒分析 直升机失势应该与这两个原因有关 一个是伊朗长期遭受到国际制裁 没有办法获得古董级直升机的维修零件 结果总统莱西搭上的直升机 至少机灵有45年了 加上当时的山区天后非常恶劣 农物影响到能见度也是失势坠毁的主要原因 伊朗总统莱西搭乘的直升机 坠毁在伊朗西北部山区 包括莱西 外长等9人全数罹难 官方将事故归因于技术故障 现场画面显示 直升机撞上一座山峰 几乎完全烧毁 只剩尾翼 美国专家直指 实施座机是美制贝尔士212直升机 机灵老旧加上受制裁影响 不容易取得零件 贝尔士212直升机在1960年代末 投入营运 是一款通用直升机 用途广泛 加拿大最近还出动用来扑灭热火 我常常飞用归空机 我飞了UH-1 归空机是一位最高重的 美国的车架机 除了备用零件问题 过去几天伊朗事发当地 天候恶劣 加上突然起大雾 才会导致不幸坠机 大安新闻 彭新编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